抽象画大师陨落,赵无极享受92岁 享誉国际的抽象画大师赵无极 前天在瑞士狱所病逝,享受92岁 赵无极晚年罹患师治症 他的法国妻子马尔凯不顾家人反对 终止对他的治疗 赵无极1921年生于上海,主修油画 后来到法国留学,在巴黎闯出一片天 他的画风巧妙结合中西方特点 将西方抽象画法,融入中国空灵意象 轰动西方艺术界 他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很抢手,生活收藏家青睐 其中一幅油画,2011年在香港拍出2.6亿元台币 刷新他的个人拍卖记录 赵无极医生有过三段婚姻 晚年除了饱受失智症所苦 还陷入家人争产的窘境 他和第一位妻子生的儿子赵嘉玲 与第三位妻子马尔凯 为了争夺他作品的管理权 官司不断 最后有儿子胜诉 赵无极2011年移居瑞士 自3月来已经入院两次 文化部部长龙印台形容 他的词事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动新闻综合报道